你在決定嗎 我跟你講 我們在決定嗎 現在是你在決定嗎 我們在決定可以 林外維持 草野江是 這本來都受社會啦 論事情本來就應該啊 我們給他立即也倒下降 我覺得 因為 大小聲什麼東西啦 我沒有大小聲 我是選擇一下 選擇一下 中華民國憲法人民有居住 遷起自由 總統也是不能違憲的 我跟你說 你都只想這些政治 你有沒有想過業者咧 對啊 那你可以自由 還不准組團 是為什麼 那你們去跟中國講啊 各位黨團幹部 我們現在繼續把握 有限的時間 我們繼續協商進行 國民黨團建議院會做成決議 立即解除禁止人民組團 赴大陸觀光之限制 並優先開放大陸觀光客 巡小三通 赴金馬鵬等三個離島 縣的旅遊觀光 本案於5月11日13日 經第一會期第13次會議 決定禁服二讀 並由國民黨團 負責召集協商 本期應國民黨團 請求進行本案首次協商 主席 我想先進行一個會議詢問 請問為什麼這個院長親自主持的協商 這兩個相關部會 陸委會及交通部 都是由副首長參加 請問這個 我們陸委會主委跟我們交通部部長 有什麼更重大的事情 這個院長 我們立法院院長親自主持 對 可以先說明一下嗎 陸委會副主委 請說一下你們主委 抱歉 抱歉 因為今天主委10點鐘有一個外賓 所以 外賓比立法院還重要嗎 沒有 因為那個是早就約 大陸來的時候 陸委會嘛 外賓就是陸委外賓 哪裡來的外賓 哪裡的外賓 金門縣喔 金門縣縣長喔 沒有 是駐台的 就其他國家駐台的那個 其他國家跟陸委會 當然可以拜會 有比立法院重要嗎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今天是9點40開始 那他是10點鐘 那個他早就約好的 對 那我 這個院長 他們有決策權嗎 有啦 副主委 你問完 還有交通部呢 還有交通部 好 請交通部 請交通部 請回答 所以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部長今天上午是陪同總統 然後視察氣象署 視察 對 因為氣象署是我們交通部 一個很重要的業務 所以今天總統 這個我稍微可以接受一點 陪同總統 而且時間是剛好是10點 10點OK 不好意思 陳宇貞委員的質詢 柯建民總長也發一張請 好 我們今天是草野學商 實際上 就是三大政黨 立場表展示 當然他們主義 變成說明的角色 不過 基於本題 我想這個原則大家很清楚 我們會表現我們的立場 並不是說他們立場 怎麼樣會改變我們 就是大家共同結議 不行就改變 不會改變我的想法 不會改變你會改變我 我不敢做的 這樣的期待 我們就大家共同 今天就開始了 不是啊 這是不尊重 欸 院長主持欸 以後不來要先打 這個連 連如果是我們委員會 都還不能接受了 如果是內政委員會 都還不能接受副所長來 其實我們在這裡協商 很多都不會接受 不是 不是 這個是基本的尊重問題 今天是我們立法院 五院院長 很多都不來 你說裴總統那個我到底接受 主責機關的部長一定到嘛 你說其他機關 可能是次長來 但是主責機關的部長一定到啊 這最基本原則啊 主責機關的部長一定到啊 我們立法院的尊嚴 可以這樣子啊 合照又這樣好不好 不是啊 那 好啦 今天我們走 今天沒什麼時間 不是你在決定的 我跟你說 我們決定的啊 明明是你在決定 我們在決定可以嗎 另外一次草野蕭是 三黨要投票 他們有投票起來 今天不只是對立法院面子 民進黨 民眾黨 國民黨團的面子 而且這本來都是我們討論事情 本來就應該啊 難道民進黨團可以接受這樣子嗎 民進黨團以前到現在 你可以接受這樣子嗎 應該跟院長打個招呼 這樣就 就如此吧 不是 你們兩個 總召 總召 大小聲什麼東西啊 我沒有大小聲 我是譴責一下 我邀請我們執政黨團 總召譴責一下這樣的行為吧 譴責一下這種不尊重立法院的行為吧 但是最重要這是國會殿堂啊 要有最基本的一個尊嚴啦 好 那所以 對於這麼重要的一個草野協商 而且各政黨代表都在這裡 我想 會期到7月16號 是我們兩三個月就已經定好的事情 行政院的各部會 包括院長在內 包括總統在內都知道說 這幾天是密集的草野協商 對於不管是國家重大法案還是民生建設 都是在這幾天要做成決定 而且希望是非常的和諧的理性的討論 也行政單位也能夠提出 確實的這些意見 讓大家起來探討 做成最後的決議 所以 比較好奇的就是 明知道今天是7月16號會期最後一天 而且有重要的協商 我相信賴希德總統一定會有這個雅量 去看什麼重大的建設 由院長副院長陪同 行政院院長副院長陪同 或是部會的市長陪同 他大可不必啊 這個部長必須要在這裡啊 必須要來這裡啊 來做一個說明的時候啊 反而選擇退出 而且剛剛我最不能接受的是 就是大家一起在請教 這個院長韓院長 就是這些部會首長請假的時候 我們的會議主席院長知不知道 看起來剛剛院長的表情是 並不知道這個事情 所以啊 我覺得柯總召齁 這個事情大家就要討論一下 因為不管是 我議長剛才講得很清楚啊 不然應該要跟院長請個假 這是基本禮貌嘛 所以嘛 所以柯總召齁 柯總召齁 柯總召齁 所以現在我要特別強調 執政是大家輪來輪去啦 但是在國會不管哪一個黨 大家要向上秀京啦 民主公家啦 因為國會並沒有這麼小啦 所以呢 國會小的話 柯總召也變得很小啊 我們都很小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事情喔 因為我們代表百分之百的民意啊 各政黨 所以今天如果說我們本院立法院 韓院院長都不知道說 為什麼 這幾位部會所長沒有來 也沒有跟院長請假 這是不應該的 這是不應該的 好 因為大家一直維持 我們和諧的氣氛 和諧的氣氛 不是 他說我第三個月 我們說十次 沒有請他來 你每次說十幾次 我們也是 請你來聽得懂 我們說 重點 沒有來不應該應該請假 那可以啊 柯總召 對於兩位部長沒有來 你意思表達 讓我們聽一下好不好 我剛才你講很清楚 你反正在草野市場 第一個喔 各位首長都要來 因為對他的重要法案 預算很重要嘛 所以 美國會期到最後 尤其這個時候 是這種時刻 不過首長一定知道 那這個可能有糾葛 他要來如何解釋嘛 當然決定權在我們 決定權在我們 所以我們決定負面 所以 沒有來 一定要跟院長請個假 這是一定的 那你們要譴責他 我沒有意見 但是我們 這個慣例早就建議在先了嘛 那今天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 沒有 沒有犯這種錯誤 也是死死不應啦 你也不知道喔 我不知道啦 那你是不是要這麼小 沒有啦 我不知道他沒有啦 院長請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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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兩位市長回去以後轉答 那我們也會責成我們秘書長這邊 所有以後參與的協商 醫師處這邊 會通知 我們正式的部長要到 現場表達對立法院的尊重 以及對自己部門部的尊重 好 現在我們繼續回到主題 那這個是高度政治性的議題 現在講完音啦 我知道你已經被促成開放嘛 那21號以後 有所謂的這個 城市台獨的22條意見 那已經變成成燈了嘛 成色的燈號 大家敢不怕啊 他們一直跟我們做統戰 那你都不思考這個問題 你還一個決議案 可以來主導國家政策 我不認為有這樣的 這樣的權限啦 這個 這個是 總統執權啦 好 這些國際上面的每一個民主國家 都提高了對中國附中旅遊的警示 都在提醒 會有被任意拘捕檢查手機的安全的問題 會不會現在讓更多的國人到中國去旅遊 反而製造了大家更大的安全上面的風險 這事情大家怎麼面對 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對於中國 對於台灣端出這樣成都22條 對台灣人的安全造成很大疑慮的當下 我們的國會做出這個決議 反其道而行 好像是附和呼應中國 這個給 國際社會錯誤的訊息 我覺得這個更為嚴重 我們不可不慎 國安問題 涉及國安體系的綜合評估 這也涉及行政的職權 甚至涉及總統的權利啦 我們用一個決議的方式 立院決議就要求這樣做 我覺得這個層面上也是要多多的考量的 各位看一下 憲法徵中條第四條其實是想法的 總統為國家安全 國安是總統的事項 所以以外也沒有所謂優位於憲法的問題 優位於總統的職權的問題 這很清楚嘛 我們不要再在枝杰這樣打轉 我真的要在枝杰打轉 事實上我講話我真緊張 不要在枝杰打轉 然後假這個海洋官方之名 那實在是配合中國統戰嘛 這個很清楚嘛 建議中國大陸才對啊怎麼建議我們的 中華民國憲法人民有居住遷起自由 總統也是不能違憲的 我跟你說 旅遊就是遷起自由啊 對啊 沒有限制旅遊啊 你都只想這些政治 你有沒有想過業者呢 然後呢如果要團體去參鄉的 那要每個人自己各自各自去 你可以說出這麼不符合現實的說法嗎 你到底有沒有活在這個世界裡 可以自由行為何不能提反 這很好 對啊那你可以自由行為何不准組團 是為什麼 那你們去跟中國講啊 我是中華民國立法委員 好不好 我能要求就是中華民國的政府單位 中方對等開放就沒有問題 對等開放就是你們應該去講的 這是你們的責任 你是執政黨這就是你們的責任 這告訴你啊 你要去溝通總統的權力啊 中華民國沒有兩部憲法啦 有沒有居住先行自由 百姓有沒有居住先行自由 當然是有啊 有齁 你知道那你可以限制嗎 當然有 有個人的自由沒有被限制啊 他是招攬被限制啊 招攬是財產啊 不是自由啦 不是個人自由 你讓個人可以去 然後團體不讓他去 團體不讓他那個 那你是在限制觀光業者的發展 你讓我們的業者沒有辦法發展 他對方如果不開放為什麼我們要開 你一直這樣想 因為事情都沒有解決好了 就是這樣啦 這是國際對等問題啊